坚持下去 我们都很爱这个家 一家开办了近15年的 无声餐厅面临倒闭 他们能否顺利解除危机 你知道农民窝窝种这个多辛苦吗 你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老师有没有书 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身为教师的妈妈言丹丹 为何要为女儿在阳台 打造一个学农小课堂 帮帮团专家 能否解决他们的问题 敬请收看 我的田园梦 绿意生活 新希望 你那餐厅坐落于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 这里的特别之处 在于餐厅里的服务员 都是听障人士 他们只能通过手势 眼神 平板写字等方式 与顾客交流 近期 有些顾客反应用餐体验不好 顾客明显减少 餐厅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龙人店长陈芳芳 不想让龙人员工们失去生计 他在寻找解决方法 于是他向栏目组发来求助 本期节目求助人陈芳芳 米娜餐厅店长 求助问题 打造花园餐厅 增加田园观赏体验 改善餐厅经营状况 接到求助 邦小妹邀请了一位手语翻译老师 一起实地了解情况 我们这家餐厅 芳芳 芳芳你好 你好 咱们这家是有多少年了 我们这家餐厅是2008年成立的 一直经营到现在 现在一共有多少员工 咱们这边 我们招了大概15 6个员工 都是龙人 但是因为经营的一些困境 有一些龙人员工回家了 那现在是大概七八个员工 目前国内约有2700万名听障人士 由于沟通障碍 能够正常参与社会就业的人并不多 在外人看来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岗位 而对于龙人而言 无声餐厅就是一个家 老板常常在外地很少到这来 那所以平时的工作应该是 几乎都是方方来承担 是这个餐厅的顶梁柱了 我在这里工作也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 所以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除了老板的信任 方方更负担着店里 其他员工收入的责任 龙人服务员杨小丹 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 需要她供养 2008年 杨小丹和方方 一起来到无声餐厅做服务员 在这里她获得的 不仅是一份工作和收入 还自学甜品制作技术 重新找回了自信 像杨小丹这样的员工 餐厅还有很多 他们背后都担负着 一个家庭的生计 陈方方希望带领大家 把餐厅经营好 度过这次危机 虽然目前经营有困难 但老板和我们的想法一样 坚持下去 不能让我们这个小家庭解散 我们都很爱这个家 由于资金有限 十几年前陈旧的整体装修 无法得到大规模翻新 方方想改造的重点 放在室外的露天区域 而改造经费却并不充益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改造 让我们的这个环境 变成有花 有草 有菜 变成很丰富的 可以给我们的客人 带来非常舒适的 一个就餐环境 为帮助陈方方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 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园林设计师 王健 帮帮团专家王健 北京北林生态田园景观 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 二十多年从业经验 善于田园景观规划设计 王健能否帮助米娜餐厅 摆脱困境呢 方方带着设计师 在食堂查看了一圈 了解餐厅的基本情况 从事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其实特别希望呢 更深入的 更全面的了解您 我们要不看方方 能不能同意 我们两个也来体验一下 餐厅的服务员 当然可以 方方介绍 体验龙人服务员时 不能和顾客说话交流 只能通过写字和手势沟通 圆梦团队了解规定后 立刻投入服务员的工作 那一开始我觉得 还是有点距离感 后来我感觉 哎呀大家只不过是 把一个嘴的表达 变成了一个手的表达 原来让这桌客人 等太久了 客人给我们的字是 太饿 我马上了 刚刚让我跟客人说 刚刚催过了 正在炒这些菜 马上 压力算大呀 我那会儿特别急 解释的方式又很有限 方方说这种情况 是经常会有 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都是很平常的 下单了呀 不可能没有下单成功啊 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啊 通过体验 王健发现 顾客等餐时间长的问题 比较突出 其中有一桌客人 就是因为等待过久 离开餐厅 王健希望 通过田园美景的改造 改善顾客等待时的 烦闷心情 帮助餐厅改善经营状况 另外 王健得知 以前员工们 一起开荒 种植过一个小菜园 但因为打理不善 最终被荒废掉了 他希望这次的改造 能让小菜园 重现生机 我们餐厅的很多服务员 其实都是在城里生活的 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也不太会种菜 如何通过园艺景观 帮助都市人 获得自然知识 农耕体验 一直是王健研究的主要方向 而这次改造 对于王健来说 恰恰也是一次 从研究走向实践的机会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王健更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了 方方他们的压力 王健主动提出 愿意承担改造经费 方方面临的资金难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了解决顾客等餐时间长的问题 王健希望 融入更多的花卉品种吸引顾客 小花园计划以花镜组合为主 为顾客提供拍照打卡的美景 小菜园计划以印记蔬菜为主 既可以带给顾客采摘体验 还可以为餐厅提供新鲜的食材 那么改造计划又将如何实施呢 前期工作主要以挖砖翻土 土壤改良等基础改造为主 为之后原意景观的种植搭建 提供现场环境的保障 实在是挖不动 窍都已经麻舌了 在拆的过程中呢 也是发现了现状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现状条件还是比较恶劣 砖头啊水泥灰啊 这个里边掺杂的比较多 后期呢我们把土壤进行一个改良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热衷于在自家种植花卉蔬菜 而很多人往往忽视了土壤的重要性 以米娜餐厅庭院为例 土壤退化严重属于酸性土壤 需要利用草碳土对土壤进行改良 增加土壤有机质和腐植质含量 提高土壤保水保肥的能力 土壤改良完成后 圆梦团队与餐厅员工 一起进行着现场环境的设计 用餐区东侧的餐厅黑板 是此次改造的重点 考虑到黑板处 是顾客等餐时抬头就能看到的区域 设计师征得方方的同意 把现有的场景拆掉 专门挑选木制花盆和高珠月季搭配 在黑板四周形成一个 立体月季花墙的效果 让顾客在等餐中 随时随地欣赏花墙美景 王健与方方他们再次交流的想法 最终选定了25个花卉品种 我觉得这满边桃 用不了太多 用不了五盆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就赶紧摆吧 我就先这么摆吧 然后咱们再细条 确定了花卉的摆放数量 而这些花镜组合如何巧妙搭配 便是接下来的改造重点 南侧餐厅正门砖墙位置 设计师选择耐旱 对土壤条件适应性好的柳叶马鞭草 具有花亭虽高 却拥有不易倒的特点 花园南侧入口位置 栽植以玉簪 八宝景天等花镜组合 特意铺设一层松树皮 保护表面土壤 增强花园氛围感 考虑到中央西侧光照 被树木遮挡 王剑选择了耐阴的花镜组合 为了缓解顾客等餐时间长的问题 和弥补米娜菜园的遗憾 结合无声餐厅是一家川菜馆 在小菜园里 设计师栽种了下秋季生长的 五彩小辣椒 既能追寻原有的菜园回忆 又可以让顾客在等餐中 体验采摘蔬菜的乐趣 方方居然看到当下 你看一匆匆的 又开着花又长着叶 蛮好看 但她还是担心 她是昙花一现 刚刚我告诉她 我们的花园要持续地 再去扶持的一个状况下 她觉得是有一个希望的状态 我觉得那时候她的笑 其实是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也让我感觉到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 最大的一个回报 就是她的笑容 改造后的黑板处 没有了遮挡 多了花卉的衬托 方方想在这块小天地 勇敢地表达 龙人员工的心声 李师傅是一位艺术家 曾在国内外多地 举办过个人画展和作品展览 由于喜欢无声餐厅 自然轻松的氛围 现在食堂后厨工作 看着焕然一新的花园餐厅 她现在相信 这个大家庭不会解散 而会越来越好 这份喜悦 也让她萌生了一个创意 自立自强的手语黑板画 就是龙人员工们 想要表达的心声 改造后的餐厅 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打卡地 在网络点评平台的热度迅速提高 吸引了北京环球度假区 大运河丝宁公园等周边景点的游客 很多客人都闻名而来 餐厅的经营得到了改善 未来的日子 这个大家庭将继续同行 面对女儿不珍惜粮食 盐丹丹该如何解决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 我们要满足这两个需求 困难还比较大 断发明能否让盐丹丹 阳台种菜的愿望成为现实 静静收看 我的田园梦 绿意生活 新希望 盐丹丹丹是七岁小女孩 童童的妈妈 你看你掉了米饭到处都是 生活中 盐丹丹总是因为 对童童不珍惜粮食的问题感到无奈 你知道农民窝窝种这个多辛苦吗 你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老师有没有书 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吃饭了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不仅仅是对于童童 他们不知道这些农作物的 生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他自然而然 他就不会去在乎它 或者说珍惜它 本期节目求助人盐丹丹 一线教育工作者 求助问题 在阳台打造一个学农小课堂 让孩子增长农业知识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这是一个我的梦想前年 这是一个樱藏树 它上面长着一颗葡萄 这是一个番茄苗 它长大了可以和它一样大 哦 番茄苗可以长得像大树一样大 是吗 对 我要为你的想象力点赞了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吧 一到放假了 就可以在农村随便玩啊什么的 而他们呢 大部分时候可能都困在这个屋子里 严丹丹深知 农学教育能让孩子增长农业知识 了解植物蒙发生长的神奇和不易 还能让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质 除此他还希望利用家里的阳台 打造一个小菜园 这样能给家人提供一部分 自己种植的蔬菜 让孩子吃得更新鲜 小的时候看过爷奶奶种菜 但是自己可能不是很会 就是没有亲自操作过 而且这个地方就这么大 如果种的话 比如说土啊什么的怎么弄啊 反正我觉得还是问题比较大 那到底该怎样帮他实现田园梦想呢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从事设施园艺工程的帮帮团专家 帮帮团专家段发明 主要从事设施园艺工程和植物工程等相关研究工作 来来来来来 请进 咱们大家想做什么品种 品种可能尽量多一点好一些 想要让孩子了解种子到结果的一个生长过程 而且满足我们日常的各种蔬菜就OK了 行 看看咱们那个羊的空间 咱们羊在什么朝向啊 这个 朝北 朝北 哦 朝北 大概几点能见太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下早上可能一会儿有一会儿吧 反正时间不长 有可能光线会不足 如果光线不足呢 它植物呢就生长得比较瘦弱 而且没有产量 光照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因素 和户外的大田相比 严单单的阳台光照明显不足 它这边呢有一个那样一架 不可能种菜 也就是人在里面活动还可以 如果进行种菜的话 也就是呢 种个几十个菜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 我要满足这两个需求啊 困难还比较大的 严老师家阳台 可种菜的空间面积 约为四点五平方米 这么小的面积 保证家庭吃菜这一需求都很难 更不用说 还要满足孩子的学农需求 这边呢 这个区域 我们设计一个 就是家庭供菜的区域 然后呢 把小孩这块呢 区域呢 在孩子的卧室旁边 变发观察 断发明根据阳台的特点 提出分区的想法 门右边的0.69平方米 作为生产区 给家庭提供蔬菜 门左边的1.17平方米 作为学习区 是统统的农学小课堂 了解了基本情况 那么具体如何设计呢 大家开发思路 偷偷风暴一下 断发明他们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空间问题 想是放一个咱们的 多层的栽培架 这样我们少占用那个地面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 高度问题 吃完菜它够够不着 怎么解决 这个做的什么好 设计立体栽培架 虽然层数多 可以像高空要空间 种的菜也多了 但不方便操作 应该如何平衡这个矛盾点呢 处理要考虑蔬菜生产区的空间问题 断发明 还结合孩子的观察需求 抓紧时间 准备彤彤的寻习区 透明度什么挺好 这是玻璃 它沉了 容易碎 孩子呢 对主观察呢 要看根系在盆里边的生产发育过程 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呢 我们选择的是透明盆 这个不可以 就这个 选定了满意的栽培器皿 断发明来到了试验苗圃 董师傅 大家在这找点机制 这个机制不错 栽培机制最初起源于无土栽培的概念 是一种代替土壤固定植物根系 并提供营养物质的固体介质 椰康 也轻 保守性也好 椰康是使用椰子外壳纤维制成的粉末 十分适合家庭园艺使用 除了原料天然环保之外 椰康的颜色形态更像土壤 可以让孩子观察到农作物最接近自然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这个玉米 还有这个西红柿 还有水蛋 你看你需要什么苗 接下来 断发明要为童童挑选合适的种植品种 水稻苗吧 玉米 西红柿 还需要一个辣椒 辣椒和西红柿可以看到它的开花结果 包括它采粘很好的一个体验感 玉米和水稻 也让孩子知道粮食怎么来的 确定了种植品种之后 关于蔬菜生长空间不够和阳台光照不足的问题 他究竟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断发明首先布置的是盐老师的蔬菜生产区 他给盐老师带来了一个立体栽培价 据说能解决蔬菜生产区空间不够和光照不足的双重问题 给这边再打一个 给这边再打一个 好了 种菜 哇 这菜都长得挺好 我们这个叫智能种菜机 整个采用的是一个水平模式 要把电源插上去以后呢 它又自己运行了 咱们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营养液加上 第二件事呢 把苗栽上 断发明的这款智能种菜机 通过自动循环系统 将营养液送到蔬菜的根部 保证生长所需营养 智能种菜机上的补光灯 用来解决阳台光照不足的问题 这样的方法 除了可以种植生菜 韭菜之外 香菜 油麦菜等一些常见的叶菜类 也可以在阳台上进行水培种植 这个应该十天以后 这个菜就可以吃了 使用了断发明的这款智能种菜机 即便严老师没有种菜的经验 也可以在家里实现叶菜种植 我们是为什么设计五层呢 这种我们一个小技巧 它可以拉下来 这款五层的智能种菜机 是断发明在原有的智能种菜装备基础上 根据阎老师家的实际情况定制的升级版 这就解决了蔬菜生产区空间不够的问题 为了增加更多的蔬菜品种 断发明还在光线好的位置 设置了一个简易栽培价 上次的种了全是果菜 有西红柿 辣椒 上面两层呢 我们种的是芽苗菜 芽苗菜是豆类 骨类 以及树类种子培育而出的芽菜 芽苗菜的生长对环境光线的要求不高 放在栽培架下层也不用担心 因为光照不足而生长不好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新型机制 上面是蜂蜂结构 具有很好的保水 保肥 透气的效果 特别是适合于咱们植物里生长 咱们种芽苗菜 要把种子撒上去 它就自己可以生长了 盐老师的蔬菜生产区 在有限的空间里 种出了数量多品种丰富的蔬菜 那么童童的学习区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给童童准备的写的作物 这是透明的 这样它根系上过程 这都可以看得见 段发明总共给童童准备了20盆农作物 粮食类的水稻和玉米 帮助童童认识五谷 果菜类的西红柿 辣椒和黄瓜 可以让它观察植物 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 并享受丰收的喜悦 刚好 太棒了 除了不同生长阶段的各种蔬菜 段发明还给童童准备了种子 教童童亲手把种子种在育苗盘里 等待它们慢慢发芽 种好了 咱们放在咱们这儿来 好 到此 童童的学习区也打造完成 这是我的小菜园 哦 这就是 我的小菜园 开不开心 开心 有了这个小阳台 一家人多了一项 可以共同参与的亲子活动 盐丹丹也拥有了更多陪伴童童的机会 优秀的园艺景观设计 和植物栽培技术的进步 让越来越多的人 开启了都市里的绿意新生活 开启了都市里的绿意新生活 接着